有人说,读了十几年书,花了几十上百万,结果毕业了,还找不到工作,赚不到钱,父母的养老问题,子女的教育问题,自己的住房问题都解决不了,为什么还要去读这些个破专业,上这个破大学?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,可是你首先要明白一个最基础的道理,大学不是义务教育,没有人逼着你非得上大学,没有说必须得上,上大学就是投资,不仅要自费,有些学费甚至还很高,高得吓人 要不要上,那是你自己的选择,是你自愿的,如果觉得不划算,完全可以不上,但既然是投资,肯定就会有风险,谁也不能保证你稳赚不赔 现在的大学教育,早就已经不是精英教育了,意味着上大学这项投资的风险在增加,收益在减少,因为学历在不断的贬值 这个时候确实需要理性选择,其实有些人可能并不适合上大学,你完全可以选择上一些职业学校,甚至是技校或学门技术 钱也不少挣,完全能够养活自己,那为什么还要一窝蜂的,全往这个独木桥上挤呢? 有人说,既然专专业不对口,那为什么不去学习对口的呢? 大学和考生说是双向选择,其实主要是学生挑大学挑专业 你如果觉得某个专业不好,不报不就行了吗? 还有人说,你学计算机的,也可以做销售 但是你做销售的,你会做计算机软件开发吗? 这种话,就纯粹是抬杠了 普通考生和家长,对大学认识的最大误区就是 以为只要上了大学,就应该好就业 就应该能够挣大钱,就应该躺着挣钱 就应该做什么事都很容易,以为这是听经历义的 以为大学里面学什么专业,出来以后就是对口就业 这种想法根深蒂固 但是很遗憾,跟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不符 这也不是大学发展的趋势 这些想法,如果放在二十年前 不能说你错 但是如果放在今天,已经不合时宜了 因为高等教育的毛儒学率,已经从2002年的15% 提高到现在,接近60%了 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,那么你将会非常的痛苦